满尺不存,舌头犹在 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 有一天把弟子叫到床边 张开口,用手一直嘴巴问弟子 你们看到了什么? 在场的弟子没人能够回答出 老子说,满尺不存,舌头犹在 就是说,牙齿虽硬,但是寿命不长 牙齿虽然长得满满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很快会掉光 寿命是有限的 舌头虽软,但是生命力极强 虽然没有牙齿了 你的舌头照样可以帮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做人脾气太大 硬伤会损害你的命 所以任何事情刚则断 太硬了就会折断 一个人不能太硬 太硬的话家庭不会和睦 交朋友不能延续 舌头虽软,但柔能克刚 舌头一卷讲好话 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做了 对方脾气很快就会下来 心犹如蛇 心如果软一点就会产生慈悲心 一个人心要软 一个经常心软的人就会有慈悲心 很多人心很硬,慈悲心就不够 慈悲会给你带来永恒的生命 当一个人觉得别人很可怜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永恒 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你懂得爱护别人的慧命 希望大家学习慈悲 运用慈悲就会得到永恒的生命